我现在是在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的跨境车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老挝的当地演员们 现在是来到车厢里 给这些跨境的乘客献上花环 然后祝福他们这个乳鲁愉快 游客是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服务的重点人群之一 列车在老挝和中国云南设有八个停靠点 多数为旅游城市 如老挝的万荣 朗布拉邦 云南的昆明西双版纳等 泼水节期间 在老挝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城市朗布拉邦 记者遇到很多中国游客 不少人这次出行 选择了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 之前的话我来过一次老挝 是从版纳飞到朗布拉邦 大概我记得是六七百块钱 然后这一次的话 也是从版纳坐上第一班那个中老铁路过来 现在一等坐的话也只要277块 费用方面确实是打下来很多了 到中国留学一直是老挝年轻人的热门选择 老挝官方表示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的开行 让留学生出行更加容易 也方便了跨国探亲访友 我们要学习 在历史上有分明 然后就能够拍摄 然后就在路上 在爬跳有分明 然后有奥奥 布拉邦 进入地区 不及地区 两个人 应该是 了解